字幕提供網絡 文雪 你讀文新書院 黃慧姬是你的同學 學底 那時讀書時 懂得懂 因為當時我辦了戲劇組 我是組長 他就是組員 當年黃維基在你學習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我最深印象是他穿的校衣 或者最深印象是他忘記了 直至後來知道了 其實有一次在校友聚會 他就說我辦電視台 我就意話不說 好啊 過不就過了 當你入了行 黃維基做電訊做得很成功 你會覺得這個人 為什麼可以發展到這麼成功的地步? 有什麼才能呢? 譬如你當年覺得他 我覺得他 如果現在要再回想 我回想一下他跟Steve Jobs有一點相似 就是他又是一個生意人 就是一個理性主導的人 但是他又有感性的一面 感性的一面就變成了跟創意有關 就是他夠膽去推翻一些目前的東西 然後再創新 然後再用理性去穩定他 如果給你有30億 你會做什麼呢? 如果給我有30億 現在忽然間給我30億 我會開一套電影給自己做男主角 還有照顧我身邊的朋友 除了我之外 其實有很多心願未達成的朋友 他們都努力了很多年 甚至乎有些在TVB的現在 不要緊 我有30億 你們想做什麼角色 給我劇本來的 OK